欸 那個我們怎麼這樣 電影鐵絲玉玲龍第二集 不當利用賽德克巴萊電影橋段 讓賽德克族認為有消費及扭曲文化的不良示範 更引起賽德克族人普遍的不滿 賽德克民族議會也在去年12月11號 開會決議要求電影公司公開道歉 不過到今天一直沒獲得電影公司正面的回應 針對民族議會裡頭呢 事實上他沒有正式正面的回應民族議會 那我們民族議會裡頭 我們也還是覺得說不妥 我們當時民族議會的會議裡頭 我們就要求這個一個所謂的公開道歉 或者是正式對民族議會回應 雖然去年捧恰恰已經在臉書公開道歉 並將電影預告片下架刪除 立委簡多明就在今年1月 立法院院會臨時提案公開譴責 再度要求電影公司或導演捧恰恰本人 因出面公開道歉外 並制定反起事法 捧恰恰在臉書發表意見 表示影片已刪除下架 誰污蔑貴族 污辱貴族先祖等文章反駁 並要求公開辯論 此話一書 薩德克民族議會認為 本家家道歉的誠意不足外 又再一次的用文字傷害了薩德克族 今天本家家對於六號委員所提的提案 又好像突然有那麼大情緒那麼高張的是說 他已經道歉過了 他已經沒事了 為什麼還要繼續為難他 輸這個是沒有很對等的一個對待 傷害的是我們 那你這樣的回應 又再度的傷害 認為是說 你即使道歉了就算了 這個所謂的一個比較發自於 潛意識的這種歧視的心態 已經是很明顯的 這個不用辯論 這個是很清楚的 我想這種台灣整個社會的一個歧視 的一個心態 從這個事件看得出來還是存在的 薩德克民族議會總召瓦利斯貝林 進一步表示 不了解崩恰恰要辯論的目的為何 他對話的一個辯論的議題 我們實在也看不出來 是要辯論是說 他所做的這個事 有沒有傷害到我們民族的尊嚴 民族的感情 還是說他傷害到了以後 他已經道歉了 已經不必對他有怎麼樣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指責 薩德克組民族議會目前三位 決定是否接受 崩恰恰要求公開辯論 但近期內會召開會議之後 再做出具體回應 不過初步還是要求崩恰恰 他應該出面公開道歉 讓事件早日落幕 不要再讓事情複雜化 記者諾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